出河日当午 汉滴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来块烤白薯 今天子腾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山海经》里的通天神术 在三星堆里出土了将近四米高的一青铜神术 有专家怀疑 这棵神术是按照《山海经》中记载的 还原建造的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探寻证据 洞察真相 大家好 我是子腾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山海经》中的通天神术 在节目开始之前 子腾跟大家想聊聊天 我经常看大家给子腾留的评论 有的东西大家觉得华尔不识 好像是离我们生活比较远 甚至是神话故事缺乏真实性 其实子腾想说的是 很多故事其实都有夸张艺术改造的成分 子腾的目的是让大家的生活更加丰富 带来一些娱乐性的东西 好了话不多说 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话题 《山海经》相比大家都不陌生 它算是我国国民间这流传最广的神话古籍之一了 但是这本古书到底是谁写的呢 又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至今为止也没人知道 从古至今无数学者对《山海经》深入研究 可依然对它的了解只是一些皮毛 有学者认为 《山海经》很有可能是夏商时期的书籍 故事可能是从传说中的大洪水后期开始的 以这个神仙妖魔的形式 把现实中存在的事给演绎出来 你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大雨治水》 《女娲补天》 《昆仑山》《西王母》等等 虽然这本书展现出来的内容比较夸张 但是很多人都坚信 书中的大多数人物和地点是确有其事的 比如三星堆文物出土后 人们就越来越相信这《上古奇书》《山海经》 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真如推测的那样 那可能咱们人类的文明史都发生巨大的颠覆 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从三星堆为切入点 解析一下这《山海经》 时间倒退回1950年 当时四川德阳地区 有一个小山村经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是所谓奇怪的事情 其实就是农民经常在自己家的田里 挖出一些什么奇怪的陶片 青铜片什么的 虽然挖出这些东西奇形怪状 但是大家一看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所幸也就没什么人在乎 但是有一天 德阳市这个小山村里 突然来了一批收文物的贩子 打出口号是要收购这些 陶片铜片 而且价格还不低 我们知道农民是以种田为生 没怎么接触过谷物 一看这破东西还能卖钱 就都纷纷回家把这陶片贴片拿出来卖 有的甚至还直接去地里挖出来 一股脑子全都卖给了这些文物贩子 咱们的农民伯伯还是比较朴实的 这些商贩们给的价格也挺合理 农民们其实也很开心 两全其美的事啊 这事 但这件事发生之后 文物贩子又陆续来了几回 收走了大量的瓷片铜片 直到有一天 有一会儿新人的到来 事情才发生了新的进展 这伙人正是文物站的工作人员 原来啊 在商贩们收走这些碎瓷片没多久 当地的文物站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市面上多了很多造型奇特的文物 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文物工作者立即察觉 这应该是有一座古墓被盗了 于是顺藤波瓜就找到了这小村庄 但经过一番勘察 也没发现什么古墓被盗的痕迹 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直到1968年这件事才算真相大白 原来在50年代发现大量的文物的时候 文物站就加派了工作人员在小村庄附近 一旦发现了文物流失 第一时间就控制住了现场 突然有一天 被派到村庄附近的基层工作者 连忙跑回文物站汇报 说是不好了 我们这儿有墓被盗了 因为当天这位基层工作者正在例行巡查的时候 他无意间发现 在一户家中有一个橙色相当不错 而且造型非常独特的玉佩 他看了两眼 当时就断定这是一件古墓件 而且很可能就是刚出土的 经过一番询问之后 工作人员发现 原来在这些东西都是地里挖出来的 不光有玉器 还有什么陶瓷和象牙什么的 因为觉得不值钱就没往回家拿 这么一说 那肯定是有古墓被盗了 文物所的专家听闻 感觉事情重大 就赶紧临时组建了一支小分队 去现场勘察 结果去现场一看不得了 这哪是一个大墓 这是超级大墓 于是赶紧把现场给保护起来 然后向更高一级的文物部门报告 更高级的文物部门一听这是大事 赶快就奔赴到了现场 你还别说 到了现场之后收获还真不小 这个地方原本是一片平原冲击山 南北都有活水环绕 水源条件那是相当的好 而且日照相当种族 如果这里有历史文化古迹的话 闹不好 还是一个农耕文明 其实这种判断一点错都没有 之后经过几年的发掘研究之后 尽管只是开挖不到2% 可依然挖出了大量的文物 其中很多都堪称一绝 比如说青铜大祭司 青铜的人像 人头像 面具等等 时至今日 这些堪称奇迹的善古文物 都找不到他们的制作方法了 甚至现代高科技技术 都没法仿制出来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 最奇特的还是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青铜神术的出土 它的出现直接让山海经和现实 联系在了一起 给本期视频点赞加关注 子腾带您继续往下看 这青铜神术最开始出土的时候 其实只是一些零部件 而且很多地方都已经开裂了 专家们一开始还很懵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修复之后 一棵神术赫然的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这棵神术高3.96米 按照当时发掘出土的那些物件来看 原来的神术应该比这个高度还要高 初步估计应该能达到5米甚至更高 青铜神术整个主体部分分为三层 每一层都是三个树枝 每个树枝做的那都是苍净有力 感觉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样 不光如此 每个树枝上面还搭了一台子 每个台子都蹲着一只神鸟 这些鸟做的也是栩栩如神 青铜神术的造型一经修复 很多学识渊谱的专家们都大惊失色 这个不就是《山海经》中描述的通天神术吗 《山海经》有这么一段描述 白话点说就是在汤谷这个地方有棵富山树 正好长在了多个太阳沐浴的地方 几个太阳洗完澡后都会留在这树下停留片刻 然后再开始新的一天 就这样一来一往形成了一周天 短短几句话为我们展现出了神话中 太阳东升西落的自然规律 如果我们没有发现青铜神术之前 都会认为 《山海经》中的浮上树 只是一种想象的产物 但是当专家们看完出土的青铜神术后 发现这棵神术很有可能 就是完全根据《山海经》中记载所创造的 再或者说《山海经》中的通天神术 会不会就是根据这青铜神术所撰写的呢 对子藤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又经过这专家们的分析之后发现 这棵神术因为建造在三千年前 很可能是祭祀过程中 古人寓意用来沟通天神的神物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沟通天人之间 用鸟来乞巧风调雨顺人丁希望的 为什么专家会有这样的预测呢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想法打到弹幕上 让子藤看看咱们自己讨论 专家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猜测 主要还是因为这树的造型和整体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神术几乎都处处蕴含着数字 三和九 比如说树枝分了三层 每一层都是三条 整个神术一共有九个树干和九只鸟 其实在中国古代对九和三这数字 还真是情有独钟 一般情况下 它们代表的是尊贵 比如有些数字还是帝王的专属 比如说九 比如说这九五至尊 这天的最高层也是九天 九是最大的 最多的意思 而三总有通天的意思 在华夏民族文化当中 很多都有三的影子 子藤简单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 这世间万物被分为天地人三种 这道教当中有这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说法 可见这三的重要性 而通天神术这三和九的形象 不会是偶然的 很有可能就是特意为之 那么什么人专门这么做 建造这么一棵青红树呢 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通天和祭祀 诶 紫藤这点还真说对了 这专家也是这么解释的 专家一听 这解释还挺靠谱 在紫藤的研究资料过程中还发现 不光三星堆出土了山海经中 记载了通天神术 就连美国也出现了 那么美国的通天神术 又是怎么回事呢 别急 咱们继续往下看 美国 有一国家纪念碑 大家知道吗 叫魔鬼塔 有人说 其实这看上去就有一树桩 而且有人说这魔鬼塔是史前文明存在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很有可能是外星人来到地球之后建造的 在很多年前啊 这里应该是有一棵古树 有很多吃瓜群众还专门对这棵古树进行了测算和还原 还原之后你猜怎么着 这棵树居然有一千多米 最高的话还能达到一千二百多米的样子 这么高的树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剑木 也就是连接人神之间的工具 子腾讲到这儿 视频前的小老板们肯定要问了 山海经它不是中国的书籍吗 神术怎么会出现在美国呢 子腾告诉你 现在很多对山海经进行研究之后的发现 这本书其实讲述的不光是中国的故事 很有可能啊 是整个世界的故事 关于美洲山海经也有很多明确的记载 几条山脉记录的简直是分毫不差 所以说魔鬼塔是通天神术也不是没可能 其实子腾觉得山海经这本书真的可以堪称是一本神书 它不但描述了世界上很多神奇的事 还将这些事的神化了 而且从咱们国家三星堆出土的通天神术来看 它对我国祭祀文化的影响也比较深远 其实不管是三星堆出土的神术 是不是山海经中记载的那一颗 其实并不影响两个事物在我国历史长河当中的重要地位 咱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渊源流长 我们所有的历史是那些边缘小国所没有的 他们建国的时间几百年 二百年 一百年 几十年 我想咱们在文化上要有一种自信 而子腾认为什么是自信呢 我想就是包容 他们说他们好 咱们作为中国人 你说你好 你的确不错 咱们要有这种承认别人好的勇气和实力 好了 你认为美国的魔鬼塔 是不是山海中记载的通天神术呢 欢迎给子腾留言一起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这千万别忘了点赞 还有关注 让这子腾啊继续长长信心 子腾其实对自己不是很自信 尤其讲这些故事 也不知道各位喜欢不喜欢 各位想听什么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给子腾留言 子腾一定会按照观众朋友们的想法 做一些更好 更好的故事 所以说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 探寻证据 洞察真相 我们下期 再见 再见 再见